好 我們要了解 我們要教八大行星 要先知道什麼叫行星 根據國際天文學聯合會在2006年開會的決議 這樣的東西叫行星 第一 繞太陽 廢話 繞太陽 第二 夠大顆 要大到 足以讓自己變成一個球狀 不是隨便一個渣渣的時候就算要夠大 那因為隱密的關係 同樣的體積球的表面積最小 要收縮變成一個球 要成一個球狀 然後呢 清乾淨 旁邊的渣渣都清乾淨 這個我們後面會解釋 後面會解釋 清乾淨 這樣的東西叫做行星 根據這個定義 現在我們的行星就從九大變成 巴當 巴拉巴拉巴拉 來 一 咬背 二 要照四虛背 三 學測考過 學測考過 要背 還要照四虛背 水星 金星 地球 火星 木星 土星 天王星 荺王星 荺王星 要背 而且要照四虛背 有BURN UP 有BURN UP 巴拉行星 好 這就是舊的圖 所以有一顆什麼? 迷亡星 你還發現一件事 那迷亡星的軌道怎樣? 歪歪的 跟巴拉路 不一樣 這是它被幹掉的原因之一 好 而且你還發現一件事情 你的冥王星 有的時候還跑到海王星的裡面來 所以冥王星不是隨時隨地 都是距離太陽最遠的行星 OK 還有的時候會跑進來 我就會跑進來 OK 好 這是星的 那就只有什麼? 就只有八大了 然後這邊有一個叫做矮行星的 我們後面會解釋 我們後面會解釋 會跟你說矮行星的 好 這裡就只有八大了 這個裡面因為多了兩個 我未來會要教的 就是一個小行星帶 這個我們會提 主小行星帶我會提 後面那個庫伯帶 原則上國中沒有教 可是我會簡單的帶一下 帶一下庫伯帶 有八大行星 然後有小行星帶跟庫伯帶 這個圖的樣子記一下 這個圖的樣子記一下 什麼位子 先了解一下 好 擺得到 那我們的重 就是看看就好了 不用背 看一下就可以了 欣賞一下 素食都不用背 因為這是舊的表格 所以要把漁王星放進去 什麼之類的 還有一個月球 因為它是我們的衛星前項 好 重點是這個 這個擺一擺圖 你看一下這個樣子 當時再出現 我剛才能夠重點這個 雷蒂跟雷木 太陽系的行星分做 類地行星跟雷木行星 好 重點一 為什麼會有類地跟雷木 太陽風吹的 太陽系形成的時候 太陽風吹 輕的吹到外面 重的留在裡面 在外面的形成雷木 在裡面形成雷地 重點一 為什麼有類地跟雷木 重點二 誰是類地誰是雷木 前四顆是類地 水星 金星 地球 火星是類地 後四顆是類地 木星 土星 天王 海王是類地 後四顆是類地 重點三 類地跟類地有什麼不一樣 類地跟類地有什麼不一樣 類地行星都很小顆 質量也都很小 但是密度比較大 密度比較大 密度比較大 為什麼 因為組成不一樣 類地行星的組成是 岩石跟金屬 類木行星的組成是氣體跟冰雪 氣體跟冰雪 氣體跟冰雪 OK 氣體跟冰雪 大家不一樣的地方 這要記 一個密度大 岩石跟金屬構成 一個密度小 氣體跟冰雪構成 還有一個不一樣 衛星 類地行星的衛星都很少 類木行星的衛星都很多 我們的地球只有一個 只有一個 類木都好多個 幾十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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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個 很多個 還有一個 一般不會考 類地行星沒有環 類木行星有環 來看這裡 這裡 這個是最有名的土星環 英文叫做維納斯的戒指 很明顯 很清楚 後來我們發現 每個類木都有環 每一個類木都有環 可是類地都沒有環 類都沒有環 OK 好 所以你要記住 重點三 類地跟類木有什麼不一樣 會有人問 誰密度大 類地行星密度大 會有人問 組成什麼不同 類地是岩石跟金屬 類木是氣體跟兵群 會有人問 誰位星多 這比較少人問 但是有人會問 類地行星位星少 類木行星位星多 是於有沒有環 沒有人考過 有沒有環沒有人考過 你知道就可以了 就是你要揮曉的 好我剛才這個問 重點一 考試考過 重點一 這考試考過的 為什麼會分類地跟類木 太陽風吹的 重點二 誰類地誰類木 前四顆類地後四顆類木 重點三 類地跟類木有什麼不一樣 古時候把冥王星當作九大行星的時候 那有一顆星既不在類地也不在類木 就是誰 就是冥王 就是冥王 那個不孝子 那個不孝子 冥王星 OK 當然你就知道為什麼叫不孝子 叫冥王 OK 這就是你要了解的重點 類地行星跟類木行星有何不同 可以嗎 可以 很好